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对于我们这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 解决吃饭问题不能紧盯着有限的耕地 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馆 福建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人均耕地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三十多年来福建立足资源禀赋和农业特色优势 在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 新闻频道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 实在山海间 展现福建在大食物观方面的生动世界 福建省连江县是海洋渔越大县 生产大黄鱼 鲍鱼 海带等海产品 当地立足特色资源 加快建设海上牧场 近年来当地努力提升养殖技术 探索打造深远海养殖新模式 2023年水产产值306.85亿元 居全国县级第一 这两天当地有养殖户正忙着为大黄鱼搬家 总内记者吴燕敏正在现场 马上连线他 燕敏刚才说到为大黄鱼搬家 那么这个家是怎么搬的 为什么搬 新家什么样 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梁燕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连江县的定海湾海域 这里距离岸边大概是三公里左右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定海湾2号 深远海养殖平台 就是大黄鱼的新家 我们先来看现场 可以看到大黄鱼正在活水船上 通过U行潮滑向新家 这批大黄鱼是在距离新家 大概600米外的深水网箱搬过来的 我们先来看看大黄鱼怎么搬家 可以看到渔民们是把大黄鱼赶到一起 通过捞把挑起一斤以上的大黄鱼 通过活水箱把它们转运到活水船上 那活水船带着大黄鱼来到新家旁 通过特制的U行潮呢 把它们传送到定海湾2号上 搬家就完成了 当然大黄鱼搬家呢 大黄鱼只需要把自己带上就行 没有行李 因为来到新家 他们要开启半年以上的野化 来吃海域里天然的小鱼小虾养殖户们 就不再投喂饵料了 那大黄鱼为什么要搬家呢 因为我们也了解到 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呢 为大黄鱼提供不同的环境和空间呢 能把鱼养得更好 我们也了解到 在连江县呢 养殖大黄鱼需要进行搬家 而且需要进行两次搬家 我们来看 这里展示的是大黄鱼的四种状态 这边呢 是大黄鱼鱼苗 大概是五六公分 那把它们放到网香养殖 一年之后呢 长成这样 大概半斤左右的大黄鱼 需要进行第一次搬家 把它们搬到深水网香 再养殖一年呢 就能长成大概像这样呢 一斤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几米深的深水网香呢 已经不能够满足大黄鱼 更好的进行野化 需要进行第二次搬家 把它们搬到更深更大 条件更好的 深圆海养殖平台呢 进行野化 这也是今天正在进行的第二次搬家 那我们来看这一条啊 这就是经过野化半年以上的大黄鱼 也是市面上呢 可以开始销售的大黄鱼 那养殖户呢 也告诉我们呢 经过野化之后的大黄鱼呢 口感跟体型更接近野生大黄鱼 而且呢 售价呢 比传统养殖的大黄鱼 高出四五倍 还不愁卖 那我们再来看看 大黄鱼的新家 什么样 这个平台呢 像一个倒扣的果栏 叫深圆海养殖平台 顾名思义呢 能够利用更深更远的海域呢 进行养殖 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定海湾2号 深水养殖平台呢 它是长是60.9米 水面下的深度是达到了17米 大黄鱼在这里面呢 能够更好的健身 可以说居住条件更好了 这样一个大约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台呢 一年就可以养出大约200吨的大黄鱼 而且它还可以抗15级的台风 今天海面上还是有一些风浪的 但是我们站在平台上可以感受到 还是非常的平稳 大黄鱼的这个新家 还非常的智能 这个大网箱是可以转动起来的 而且通过设置在平台上的各种设备呢 养殖户在暗上就可以通过手机 来实时监测海水的温度 盐度 溶氧度 包括鱼的生长情况等等 那养殖户也告诉我 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养殖几百吨大黄鱼 只需要两三个工作人员 我们也了解到啊 目前 连江县呢是已经建设了11个像这样的 深圆海养殖平台 那每年呢可以产出各类优质的鱼类 是达到近2000吨左右 越来越多优质鲜活的海产品呢 是从这里游向千家万户 而养殖户呢 也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好的 梁晏 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嗯 这种养殖模式值得推广啊 这是燕敏从福建连江发回的报道 福建拥有得天独厚的鱼业资源 水产养殖快速发展 水产品育苗覆盖鱼虾背等120多个品种 水产品人均占有量200多公斤 极大丰富着老百姓的餐桌 今天就让我们去看看福建人的花式养鱼 这是我们泰宁的全鱼院 这就是美丽的大金鱼 有距离就在这自然生长 我们组建了这个鱼业协会 统一普劳 统一销售 抓大饭响 每年增值饭苗 一月份 逃犯鱼苗 200多万 再加上我们休鱼献鱼 让我们大金鱼更好地繁衣下去 我们这个蜿蜒是16公分大的 要三斤半以上才能 让小人会自动游出去 让它回去继续长大 我是南平的一个养殖户 现在我带大家来看看 我一个流水槽是怎么养鱼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流水槽 我们里像小溪的水一直流 水是一直的交换 所以说这里面的农养就非常的充足 鱼就是说一直处于溺游的状态 从一条鱼苗养到成鱼的时候 它相当于跑步从厦门走到北京这么远的路程 以前我们的养鱼的话也就养了三五万斤 现在的话我最少会养到三十万斤以上 这里是您的三多奥 这里拥有全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 这是我们现在的智慧鱼排 里面有不少的数字化养殖设备 比如我身后这台设备 它可以实时监测海域水温溶解氧 PS汁 岩度等 这些可以让我们更科学的投胃而料 我们还在鱼排上安装了分数监测 监控探头等设备 确保相关预警信息 早掌握 早了解 早预防 我们要开始捞鱼咯 我们去收鱼咯 本期节目 按饭 就应该来 或者追加 咯 继续 译 译 继续 译 译